經過一整夜颱風的影響之下 太馬里山區出現間歇性大雨 以及落山風的現象 導致部分農作物受損 像是有柑橘類果樹以及咖啡樹等等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是華園村的山上 現在可以看到後面這邊是因為昨天 一整夜風災的影響 現在在目前這邊倒塌大概有 200多棵的我們的咖啡豆樹 所以是對這邊山區來說 會比較有大的影響這樣子 那目前其他地方看到的話是影響不大 住在太馬里西附近 以及太馬里市區的民眾表示 這次的颱風還好影響不大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昨天的颱風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還好 華丁那個巡守隊啊什麼都做得不錯 在這次的風災 那目前太馬里山所知道的 可能是風勢是由山上往下 的一個落山風的一個情形 所以山上的農作物有一些咖啡受損 還有一些柑橘類的受損比較嚴重 那也請我們農民朋友啦 因為現在還持續在下大雨當中 可以盡量減少出門以測安全 那我們也密切地注意各村是不是有傳來新的一個災害 譬如說停電然後露宿這個倒的還是說山坡的一個土石的滑落 那如果有新的災害我們會在第一時間來立即搶通 那我們在這個農災的部分如果我們統計之後會趕快報給我們台中縣政府 希望可以再向上級來做反應 雖然太馬里地區無重大災情發生 但因為颱風帶來的好雨 太馬里鄉堂表示 仍會持續追蹤狀況 也請民眾多多留意自身的安全 東台新聞楊國柱黃威 太馬里鄉採訪報導